hello 欢迎学习爬虫课程 好 那么这几个的话 我们主要是跟大家讲一点理论性的东西 这几个的话主要是介绍两个对象 一个是叫做request对象 一个是那个response对象 request对象的话 是去请求里面的这个网页上面的数据 对不对 response代表的是从网页上面请求下来 那么的话把这个数据存入到这个response对象上面去 好 那么我们首先的话 先来看一下这个request对象 request对象的话 我这个地方是把那个原代码给他结了一个这样的图 给他结了一个这样的图 那么这地方的话我就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里面常用的一些这样的参数 那么这个request的话 因为这个request这个东西的话 我们用的比较多 用的比较多 所以的话这个地方就来讲解一下他的这个参数 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UR 代表的是你要向哪一个UR发生一个请求 第二个的话callback callback代表的是你这个请求回来后 要执行哪一个函数 第三个的话是mast 代表的是你这个请求采用的是什么样的mast 第四个的话就是这个请求头 这个mast的话一般默认的情况下的话 就是使用的是get的方法 那么如果你使用的是这个post的方法的话 就不建议使用这个request这个对象的 而是建议使用这个什么呢 使用这个formal request 这个formal request的话 它是继承自这个request 它是专门用来发送那个post的请求的 专门用来发送那个post的请求的 好 然后第三个下面一个好 下面的话是请求头 请求头的话 一般我们会把这些固定的一些请求头 放在那个settings文件当中 对不对 比如说那个user action的那些东西 放在那个settings文件当中 当然如果对一些经常变化的一些请求头 那么的话你就可以在 使用这个request对象的时候 自己传递进去 对吧 自己传递进去 然后mast mast这个东西的话 是用的比较多的 用的比较多的 它是用的干嘛呢 它是用来在多个请求之间来传输数据的 比如说我现在去访问第一个页面 那么我访问到第一个页面 这个地方我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还是以这个什么的小程序 这个例子为例 比如说我现在 假如我现在在这个首页 在这个页 在这个页面页这个地方 我拿到这个小程序相关的一些信息 然后的话我把这些信息存入下来以后 那么接下来我再去爬取这个详细页面的时候 之前我爬取到的这些信息 是不是在这个详细页面 我可以进去重用啊 我在这个里面 我重用的话 我可以什么呢 我可以在这个列表页 我把标题啊 作者啊 时间啊 流浪量 把这些东西都全部获取下来 那么我来到这个详细页的话 我就只要去获取这个啊 这个教程 它里面的这个内容就可以了 对不对 说的话好 我就是应该要在这个页面 以及在这个啊 这个请求 就是在这个两个请求之间 我们也我要去构想一些这样的数据 对不对 那么要去构想这个数据 这时候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这些构想的数据 把它给放在这个MAT这个仓数里面啊 把它给放在这个里面的话 那么啊 后期再去接受到这个请求的话 后期再去接受到这个响应的话啊 就可以通过这个东西把它给拿出来啊 就可以通过这个东西把它给拿出来啊 反正这个东西 总而言之一句话 就是在多个请求之间 或者是在请求和响应之间 来传递这个数据啊 来传递这个数据 好吧 好 下面的话编码啊 默认的话是一定要干吧编码啊 道的field代表的是什么呢 代表的是啊 是你这个请求是否需要由那个啊 调动器去过滤啊 因为有些时候啊 默认情况下的话 他是设立为处啊 呃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 代表的是如果这个油耀之前已经被发送过了 那么如果你再去经过这个调动器发送的话 他会检测啊 被发送过了 他就不会再就发送了 明白是吧 那么如果你就不管三加二十一 这个油耀不管之前有没有发送过去 我都一定要再去请求一次 这时候的话你就可以将这个道的field给他设置为这个force啊 给他设置为这个force啊 其实这个东西也是蛮用的哈 有些时候我们呃在我们的subscribe框架当中 我们想要去啊登录某一个网站对的 那么登录的话有些时候可能要去识别那个印证码 那么第一次你可能识别错误对的 那么接下来你是不是还得去向这个登录的这个要就发送同样一次请求啊对的 所以这的话就需要什么呢 就需要啊向同一个要发送多个请求啊 这的话如果你将这个东西设置为初的话 他就会检测啊之前你这个登录的ul已经被发送过了 那么这个啊调动器的话他就不会再给你发送的啊 这的话就请求不了请求不了对的 所以这的话我们就可以将这东西置为force啊 就说不管你之前发送没发送 你都直接给我把这个发送过去 对的可以这样做啊 好airback这个东西的话 大约的是啊在发生错误的时候执行的一些证大行数 好吧这个东西啊 硬的也是相对来讲不介绍啊 好这次来讲话就是这个response对象啊 response这个对象的话 一般我们开发者呃用的话 基本上只是去掉这个对象上面的一些属性啊 自己勾进一个response对象的话 相对来讲比较少啊比较少啊 那么我们主要是关心如果去使用的啊 如果去使用的啊 这个上面的话有以下这些属性对吧 第一个属性就是这个matter啊 这个matter的话就是上一次请求的时候啊 上次请求的时候啊 你通过这个matter绑定的 那么在我们的这个response对象上面 也可以拿到这个matter绑定的这个数据 明白吗 所以这个matter的话是专门用的 在多个请求或者请求和响应之间来给他传递这个数据的啊 传递这个数据啊 就是这个test 它是经过解码后的一个这样的资源 就是它是一个unicode的资源啊 这个body的话 就是它是一个byce的数据对象啊 啊这个 我之前也跟大家讲过对吧 这个资源哈 它在网络和在硬盘之间进行通信的话 它其实使用的是这个byce的数据对象啊 就是经过编码后的以后才能进行编码啊 才能进行传输 说话如果啊 你在这个代码当中想要去处理这个资源的话 那么你就要应该要将这个东西把它给转换成udcode资源对类 说的话我们这个啊 scribe框架相对是把这个东西给它给你帮助你啊 自己使用解码了啊 然后这个body的话就是没有解码的啊 没解码的啊 那么有些时候的话这个test的话 它解码的方式可能不对 那么这次的话你就需要自己使用这个body 然后的话再给它进行自己去解码 好吧 自己去解码啊 好 下面的话是xpass和这个sensis 这两个东西是分别用来去提取那些数据的啊 分别用来提取那些数据的啊 好 那么这个两个对象的话 我们就暂时先讲到这个地方 好吧 还有更多一些相关的知识点的话 我们就放在那个实际的暗示当中来跟大家讲到啊 好 那么我们这期课的话啊 就跟大家讲到这里啊 下几个我们再来跟大家讲一下 如何去发送一个真的post的请求 好吧 OK啊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的这期课程就讲到这个地方 感谢大家